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判决之前 然后十字攻防战 然后跟范保德这样 判决之前它是一部2021年的荷兰电影 那它故事大概就是讲出就是有一个寡妇突然死亡 好像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他的顾纪师涉案 然后有重大的罪嫌 这时候就是有一名很热心的记者一直去追那些证据 然后他觉得并不是像检方说的表面上的那个样子 在经过了一番拉扯之后 剧情又大逆转 换成是另外一个名嘴跳出来说 是一个杂工的涉嫌重大这样子 这部件几乎可以分成是两个部分 虽然怀疑的人不一样 但是他其实都是在探讨 我们在看所谓好像很独立的司法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它跟社会舆论 然后是跟媒体属性都有高度的相关 在中间这些拉扯里面 其实都会影响大家对于所谓真相的判断 那第二部片是十字攻防战 那这是一部2011年的韩国电影 然后导演郑志勇 就是也许大家对他还有印象 因为他其实早期就是一个人文性很高 然后作品评价都很好的导演 然后他已经很久没有拍片 2011年这部片一出来的时候就是 很快就是有引起讨论 而且他在那一年的韩国奥斯卡里面也得到最佳影片跟最佳男主角这样 那这也是一部法律电影 不过跟刚才介绍的判别之前 他在主轴 然后跟他要讨论的诉求上面又很不一样 其实他一开始在讲的就是有一个大学数学教授 然后他被冤枉了 可是并不是要讲他被冤枉的这个部分 而是因为他被冤枉了以后 他就觉得很沮丧 有一天他就带着十字攻去追问那个时候 给他判刑的这个法官然后就想要跟他问个明白这样子 可是你带着十字攻然后去找法官就这么敏感的事情 但那一天又插枪走火 然后所以说这时候整个法界就倾向说 你这是侵犯司法 所以就变成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但是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这部电影它其实并不是什么动作场面或者是很激情的电影 可是它在一些来回的辩证当中是非常的精彩的 然后也在那一个辩证当中让我们知道 司法并不是像我们原本想象中的这么的非黑即白 其实他有很多他的层次 然后也有他的黑暗面 另外一部范宝德就是这是一部国片 然后他是2018年底是肖亚全导演的第三部作品 他的作品很漂亮很风格化 然后而且他的叙事都比较迂回也很细腻 然后比较偏重违觉性 那范宝德这部片范宝德是一个人名就是这里面的一个60岁的男性 他是一个爸爸但是他也是一个儿子 他就是在讲如何从一个60岁的一个男人 因为这时候他发现他生病了 他才会想要开始去追溯他的身世 那因为他生病了他才会开始思考他跟下一代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双层的父子关系 然后是关于三个世代的电影 在这个过程中他既是一个人的历史 那他也带出了就是上一个世代的故事的时候 他其实也包含了所谓的台湾的历史 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有韵味 然后很有气质的电影 9月来中营 光营 电影馆 可以在大萤幕看到各个精选主题 单元的内容 9月18号的时候我也会参与就是电影的 无声的应酷座谈 这次的全部的电影都可以透过ACU-PASS 免费锁票或者是现场登记观赏 别忘了在入场观影的时候记得戴好口罩 请洗手以及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安心观赏本月一连串特别的放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